金融业兵家必争之地 好事多的联名卡 一开始是中信卡 后来变成国泰世华 现在全新又要换卡了 各位 你要换台北富邦卡 好那么给的是12亿的签约金 拿到了发行权 你说我要办你的联名卡 不是一个互惠的工 这个感觉互惠的一个 这个合作方案 怎么我要付你12亿那么多啊 那当然 那我就要赚到比12亿更多 才有意义对吧 那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看 为什么帮好事多发联名卡 这么样的有利润 我们来问问畅兴哥 其实做生意是这样啊 钱潮就是 人潮就是钱潮 所以好事多他明明知道这个道理 他就不肯这个便宜的释出 就让你们来标嘛 结果呢富邦金要卡12亿耶 然后标下来 那你想想看啊 如果我是一个金控 我花12亿标下来 我后面一定要怎么样 想办法赚回来嘛 当然 那他到底在打什么算盘呢 我认为呢 除了好事多 优质的客户之外 更重要是什么样 他的消费力很金呢 我们看一下 其实好事多 在这个过去的十年间呢 那国泰四华银行呢 从这个好事多的客户里面 就达到250万 就250万的发行的这个发卡料 那为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嘛 好事多他真的很厉害 一 要么用现金 对 要么你要刷卡 我不给你用其他信用卡 你只能用我合作这个银行的这个联名卡 那这个联名卡呢 因为我们去好事多 说真的啦 你去哦 没有5000块 出不来嘛 所以我们 随便买几样就好多钱 如果说你再用力买一点 可能就七八千块 那身上我们大家不会带那么多现金 所以都想刷卡 可是你的卡又很麻烦 所以只好大家就被逼迫的办卡 对 那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策略 我觉得好事多他在经营每一个项目里面 他的策略都很精准 因此跟他联名的这个银行 就必须要让利给好事多 是 为什么 因为我要你的优质客户 我说这个啦 有部分是做生意 那有一部分是家庭 去如果我一次都能够花5000块8000块 那这客户的经济实力 应该是还不错 那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客户群呢 造成怎么样 所有的这些所谓的一个银行 都要把这好事多卡 当作兵家必争之地 所以国泰世华赚了这么多之后呢 在今年 现在呢 也现在重新标的时候 就被富邦署标走 所以我们知道 第一个就是说 我刚才跟我打个打个岔 国泰世华当年标的时候 他也花了10亿年标 所以你看还有通膨 现在变12亿 变12亿 可是可是自己你知道吗 那国泰世华他当初就说 他标下来到底划不划算呢 我们先从之前的中信 中信标下来之后 你看他现在信用卡第一名 国泰世华标下来10年 变第二名 简单来说 一标下来 大概就有200万左右的 信用卡的客户 因为大家换卡 你之前国泰世华 为了要办Costco的 你现在全部通通要换去台北部邦 对 那这个我跟各位讲 你到200万人里面 搞不好国泰世华 我本来可能就只有20万 其他180万就是假的 这是客户名单 而且高资产资料 而且国泰世华之前 我不知道至于你有没有接过 就会你办了卡之后 打来问你要不要信贷 这个信贷 国泰世华自己说 我接到这种电话 我都跟他说 我不缺钱 对 是不是要 不用还我就借 水鬼 当然说 他这个部分 有人就有需求 国泰世华自己说 这样的一个利润来说 每年滚出来的话 大概在5亿到6亿左右 所以你想想看 我花10亿去买下 你这个权利金之后 我10年内 我一下就赚回来了 对 那更何况说 我信用卡的部分 所以这一次的富邦银行 他本来现在是排第五 现在200万的客户进来之后 可能1月就变第三 所以这个12亿 我觉得蔡家花的 非常的值得 很值得 而且大家可以留意一件事情 Costco现在要做的是 线上的生意 线上跟线下 那富邦银的线上做得不错 也有可能是什么 他会导入Costco 跟这个所谓的MOMO来做合作 这个也是他们去看的一点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讲 为什么Costco这么厉害 那台湾人怎么去消费Costco 其实全球最卖的 三家Costco的分店 台湾在台中 内湖综合就有三间 所以在台中开幕的时候 美国就吓一跳 一开幕的时候 游艇就卖两台 金条大家就卖了好几条 都是百万级别的 好疯狂 很疯狂 其实台湾人其实很疯Costco 为什么 因为我说真的 Costco它的定价车率 真的很厉害 通常我们在卖场买东西的时候 我都会干嘛 拿手机出来 比一下价格 比价是不是 同时比价 我在Costco呢 刚去的时候 我比了两次价格 比完之后就 从此再不比价格了 因为它都最便宜 一定是最便宜 所以你进去 就知道说它最便宜 所以其实Costco 有一个独门的声音 就是说 它的利润都抓到10到12% 如果Costco卖这个东西 你定价采购定价的 超过12% 你还要写报告 这很厉害 通常都我卖月贵 不是公司赚月贵 不是 它基本上 它是要赚会员费 那你基本上 我就是要让Costco的东西 有流动性 所以你看到 其实Costco里面 说真的 都卖一些很奇葩的商品 对不对 有一些什么 还有什么 你说它很奇葩 它很特别 对啊 这很特别 这应该有人会买 这是什么东西 胡桃钱士兵 我买这在家干嘛 可能要 家里很大 要做守卫 守门 现在去看Costco 现在还有圣诞节的胡桃钱 我是不会买 可是就是 这很大尊 很大尊 比人还高 这个比人还高 这个回家一打开 看到他会怕 可是一次要买两个 当做门神 我不晓得啦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 Costco很多人去买金条 金块 为什么它连金条都便宜 不是这样说 应该是说 如果在金价上涨的时候 每次要加一个佩服 它是用成本价来卖 所以我进场的成本价 是多少 我就卖多少 可是金块的价格 是每天在浮动 对 所以金条的价格 在浮动往上拉的时候 你赶快去Costco买金条 然后去买金条 而且你用新闻卡一刷 你还有福利点数 对 有的有 金是有 那金条不一定有 因为金条它是条块 那当然 当然提到黄金的话 那金是有些人是怎样 我假设要办家装 或是要好看 对不对 我先去Costco买 退货 然后再退货 这当然是不鼓励大家这样做 不要教大家当奥契 对对对 不要当奥契 但是Costco其实在这边 其实用了很多的力气 那最后我就跟大家讲 为什么Costco这么厉害 我说真的 你去Costco一定是怎么样 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叫吃鸡 为什么叫吃鸡 因为鸡真的是非常便宜 它的烤鸡 我说真的 我觉得很便宜 外面你在什么卖场 或者说在这种 所谓的连锁商店 随便一只吸买都300多块 对 现在如果台北市买一个烤鸭 烤鸡可能都是六七百块 对 它一只不大两百块 它是赔本卖给你 赔本卖 那个叫带入货 对 Costco的美国总裁 他也自己收口出来说 我买鸡就是了鸡 那这就是带入鸡 带入鸡 所以他真的把带入鸡 用到极致 为什么 你去Costco 进去不是会有熟食区吗 对 对不起 熟食区你那边没有卖鸡 你一定要进去卖场里面的最底部 它才卖鸡 而且你还不能在里面吃 让你灌完了之后再买到 你走一走的时候 这个巧克力很便宜 那个时候就开始拿了 你每拿一下 我的获利就增加 所以这就是它很厉害的地方 所以其实我觉得Costco 现在的重点就是说 基本上 它卖的是很差异化的东西 它卖的东西 有时候我们在市面上买不到 而且它很重视肉品 你看从鸡肉牛肉 留住客户的心 所以我认为Costco 这套成功的经济学就是 它从会员卡赚钱 它培养高优质的客户 然后它在做金融的生意 这些都是传统的 这些所谓的零售业 没有办法做到的 我觉得在这边 其实Costco能够独大 有它的这个胜利之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